哈喽 各位EV自行的观众来人们 大家好 我是Fosco 那么今天呢 就给大家做一个探店的视频 就是这个 梅奔精锐啊 每当行业里面的领头羊造出新品出来的时候呢 行业里面的小弟都会仰望 致敬 还有学习 那么在汽车的领域里面呢 梅塞德斯奔驰 可以说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标杆了 那么凭借着他们的教科书级别 最豪华的诠释 还有对性能的不懈追求 那么在百年的汽车历史长河当中呢 可以说是基业长青毅力不挡 虽然说我是一个iPhone XS Pro Max 还有Apple Watch Ultra 再加上爱马仕表代的用户 但毕竟呢 我不是一个数码的博主 回归到我的身份 今天就给大家去聊一下这一台梅塞德斯奔驰 EQS SUV 车身的尺寸长度呢 是5137毫米 轴距3210毫米 SUV的尺寸再加上纯电平台正向研发的优势呢 无论是第二排还是第三排的座椅头部 腿部空间呢 都是非常的宽敞的 第二排的电动座椅调节呢 在纸向的调节幅度长达130毫米 营造出最高960毫米的舒适容器空间 提供5座还有7座两种布局 EQS SUV 无论是车身的尺寸 还有座舱里面的空间呢 都是同级别独一档的存在 那么它的整体的外观呢 也是沿用了梅塞德斯奔驰啊 EQ家族式的一个设计语言 就是那个弓形的车身 要知道呢 其实在燃油车还有纯电车的世界里面呢 梅塞德斯奔驰是用两套不一样的设计语言的 那么在纯电车的世界里面呢 大家都会喜欢用灯光 去表达他们的科技啊 还有未来的属性 那么梅塞德斯奔驰EQ这边会有什么答卷呢 发光的星标相信大家不会陌生啊 配合三个三角形照明单元的时空之环日间行车灯带 还有动态星辉迎冰灯 从你拿着车钥匙靠近它 到你锁身离开它的时候 它整一套的灯光系统啊 就会为你向别人传递一种讯息 我开的就是奔驰 我开的车就是同级别中最豪华的 来到座舱里面呢 以MVUX超联屏为内饰核心的数字化座舱呢 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啊 因为它的这一个曲面的玻璃呢 是目前量产车里面的最大的曲面玻璃 但是它还有诸多的专属材料 还有创新的工具 就包括这个中央的扶手台 两侧门板扶手采用了铝制新灰 棕色木栏物饰板 可以说呢 梅赛德斯奔驰EQ 奉上了匠心独运的豪华座舱风味 车内配备的香氛是为该款车型量身打造的特殊香氛 6号 MOOD MIMOSA 含羞草专属香氛 那么除了香气是层次分明以外呢 气味呢 也是非常的悠长的 音伞的系统是搭载了杜比全景声的系统 配合柏林之声 将车内的聆听体验全面提升 在梅赛德斯奔驰的官方YouTube里面呢 他们是这样去形容S级的内饰的 有两个关键的短剧啊 第一个就是Pure Nuxury 第二个就是Hey Future EIcom 那么说的就是这一种奢华还有科技 行业标杆做出来的旗舰级的内饰 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梅奔精锐做出来的车子 性能方面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那么这一款梅赛德斯奔驰EQS SUV也是一样 四连杆的前悬挂和独立多连杆的后悬挂的底盘设计 配合上自适应的减震器 加上空气悬挂系统 还有S级独有的最高达10度的后轮转向 让转弯半径低至10.7米 卓越的性能应用的场景就非常的广泛 无论是城市的通勤 或者说是全家的出游 根本就不在话下 更别说这一台车还新增了越野模式 可以让整车的车身抬高25毫米 那么这个模式呢也是我以后去做试驾内容的时候最关注的一点 相信各位车迷呢也看过大大小小不一样的汽车发布会啊 那么在发布会的现场呢 他们也会说啊我 我单拿一个点就是那后轮转向啊 我这个角度比奔驰的还要高 然后我内饰怎么样比奔驰还要豪华 性能比奔驰还要卓越 但是梅塞德斯奔驰还是那个梅塞德斯奔驰 在1886年的时候 这个汽车品牌因为发明了三轮的汽车而走向全世界 那么当下在电气化的时代 梅塞德斯奔驰以梅塞德斯奔驰EQ家族为起点 对于纯电汽车的探索已经开始了 那么这一艘航母走向哪里 我相信未来的答案就在哪里 那么这一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差不多了 我是Bosco 那么这里是EV之行 我们相约在下一个视频再见 MING PAO TORONTO